回老爷 第二次反共 全是有人指使 何人指使 就是坐在老爷身边的 陶大人 简直胡说八道 陶大人 你太激动了 带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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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张虞 本官已将事实调查清楚 你还不从事招来 老爷别见 小子愿招 张虞 我来问你 窦阁的丈夫是怎么死的 那兵娘子 又不是我爹 我怎么知道他死了 大胆之上胡说八道 来人 在 掌他的嘴 是 干人 小人冤枉 蔡香病体虚弱 本该慢慢调理 你却威逼医生 给他开了威猛壮阳之药 使他扣鼻出血而死 是这样吗 小的冤枉 小的 你啥的 你换换儿子 换换儿子 蔡婆婆 这大胆之上自由本官做主 你在胡搅蛮缠 就将你轰出大胆 只求青天大老爷为老夫人做主 老夫人再也不敢了 冤枉啊 陶大人 小的冤枉啊 死到临头你还敢狡辩 你欺奈卢医生误伤了几条人命 第一他给你配了毒药 我原想毒死蔡婆婆 霸占豆鹅为妻 可没想到你家老子贪吃 喝下羊肚汤 反伤了自家性命 你说这是真的吗 不是不是 豆大人带天子巡查百官 查办冤狱 本该公正无私 今日大堂上 应该拿出证据 以礼服人呢 陶大人 你以为正人都死绝了吗 来人呢 在 带卢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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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卢老成 拜拜拜见两位大人 卢老成 那采祥是怎么死的 那采祥酒病在床 再加上性婚劳累 小的本想给他慢慢调理 哪知这张驴抓住小的物伤人命的前科 逼小的改了处方 使那采祥不堪要力 吐血而死 天哪 我再来问你 三年前的五月初五之夜 是谁向你讨药的毒药 是他想我讨药的 你没看错 小的曾多次被他敲诈 就是剥了他的皮 小的也认得出他的骨头 张吕 你还有什么话说 冤枉 老大人 冤枉 大人你可别听他的 他胡八道 卢老成 我再问你 上一次庭审 你一口咬定是窦鹅跑药的毒药 现在为什么要出尔反尔 做出伪证 这 我看你吞吞吐吐 似有难言之隐 今天有本官为你做主 但说无妨 卢老成 你听清楚他的话 窦大人一天在山南 他就会给你做主 卢老成 事到如今 你还不把实话说出来 难道 你就像这么胆战心惊 东躲西藏的过一辈子吗 回 回老爷 第一 二次反共 全是有人指使 何人指使 就是坐 坐在老爷身边的 陶大人 简直胡说八道 陶大人 你太激动了 陆老成 陶大人是朝廷命官 怎么能和罪犯行戏一气 分明是你胡说八道 胡咬乱盘 小的不敢有半句谎话 好 陶大人是怎么指使的你 你要一一说清楚 若有半句不识 本官就割掉你的舌头 这案子一闹闹上公堂 陶大人就连夜派人 将小的带进陶府 他也知道 蔡翔定然死于小人之手 威胁要送我坐牢 要小的在大堂上咬定毒药 那是豆鹅所讨 豆大人 我也说实话 我所做的一切 也全是陶大人指使 张吕 休得胡说 陶大人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真是华天下之打击 本是万古不移的铁案 豆大人一到 案犯通通反共 便成了受陶伍的指使 我倒要问问豆大人 我陶伍为何要陷害那豆鹅 杀了豆鹅我陶伍有什么好处 其中自有原因 什么原因 你心里应该清楚 下官倒是越来越糊涂 豆鹅向卢洛城讨要毒药 有人亲眼看见 本官据信实判案有何不对 豆鹅讨要何人作证 本府差役陈思尔 陈思尔何在 陈思尔因欠赌债已经自杀身亡了 这么说死无对证了 已经死无对证 死无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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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人 你看看 那是谁 大人 小的不是怕死 小的只是惦念着母亲 所以 在您老面前 杨庄把药吞下 实则是想见母亲最后一面 不想一出门 就被豆大人抓住 小的辜负大人的重托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陈大人 到了这一步 你还有什么话说 是 脑肿 脑肿 你这个脑肿 脑肿 来人 把桃武拿下 慢着 我是皇上亲命的朝廷命官 就是犯法 也有朝廷惩处 你斗天章算什么 别说你个七品县官 你就是知府知中 我斗天章也照拿不误 拿下 是 陶武啊陶武 你明知真凶 愿望善良 草剑人命 烂杀无辜 你该当何罪 我斗天章 就算不想杀你 你就叫我何脸面 活在世上 圣者王侯 败者贼寇 如今君是手中刀 我为岸上肉 一切全凭你说 你们听着 斗鹅一案 已经完全查清楚 张吕 你毒杀亲父 捉你齐木驴 凌迟处死 陆老成 你诅咒为虐 本该严惩 可念你为他人所破 掌则一白 赶出山南 从此以后 不准行医 陈思尔 大堂之上 公然作伪证 使那豆鹅含冤而死 本该严惩 可念你老母在堂 无人奉养 掌则一白 赶回家去 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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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什么 我笑你道貌岸然 其实不过是假国法而卸私分 借公堂而报己仇 斗天章 咱们其实不分彼此 我秉公执法 又怎么卸私分报己仇 你说 你口口声声秉公执法 其实你对这件案子如此热心 还不是因为 豆鹅 是你的亲生女儿 什么 这么说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豆鹅是我的亲生女儿 从一开始就知道 所以你明知她无辜 偏要把她问成冤狱 不错 你 你这是为什么 为我高兴 为我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 你判我罪 你判哪 你怕什么 怕什么 怕我说破你心中的秘密 怕落下一个 假公济私的恶名 是不是 豆天章 我原本就看不起你 今天更看不起你 我为无辜这深渊 为妄死这报仇 我有什么可怕的 桃武啊桃武 你真是胆大妄为 全不知天敌间 还有王法二字 今天我要让你看看 是你桃武的胆大 还是法大 来人哪 摘一去桃武的乌纱帽 打入死楼 老爷 你一夜没睡了 回去休息吧 你别来惊扰我 老爷 为了这么个坏蛋不值得 老爷 老爷 怎么样 百姓们说 希望大人宽大为怀 饶桃武一死 天哪 要我对他宽大为怀 可 可当初 又有谁对我那冤死的女儿 宽大为怀呢 你不忍着 你怎么还在冤出 你不忍着 你出来 你不忍着 你为了 我至于你 老爷 还想拆练 你为了 你祖保 Heinrich 柳月飛雪, 雪漸白裂, 天下大汗 孩子, 你的冤情終於可以朝雪了 孩子, 爹爹, 爹爹對不起你 老爺 老爺 怎麼樣 老爺, 朝廷的批文到了 到了 怎麼說 展 天理照張 老爺就是心太軟 他殺小姐的時候顧忌過什麼 輪到老爺身上, 偏偏顧忌這個, 顧忌那個 當初要不是老爺心軟, 也許小姐不會死在他手上 在這兒等著 你來了 我知道你會來的 今天軍衛做上兵 我未接下囚 能這樣大家一起飲酒 豈不是人生壞事 難得呀 陶伍 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是在哪裡見面嗎 是在那才婆婆的店裡 我記得那是個風雨之夜 我的行李都被打濕了 當時我連住店的錢都沒有 是你把自己的房間留給了我 咱們雖是萍水相逢 卻一見如故 咱們常常 八九論英雄 總論天下事 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你談到天下黑暗 你父親一生清正 卻為奸賊所害 你說得慷慨激昂 大義凜然 你說得家境平寒 命運坎坷 也說得悲憤蒼涼 感慨良多 那時候我就認定你是個才君之士 那時候我也知道你必是個官患之身 來 大哥 敬你一杯 小弟就不客氣了 我病倒在蔡婆婆的店裡 那時秋事已盡 我催你趕快進京趕考 可你卻不肯 你寧肯誤了自己的前程 卻不肯丟掉一個朋友 朋友有危難 我能丟下你自走嗎 對賢弟的情意 我是一直銘記在心 你我既然已是兄弟 患難相疤 願是做人的本分 那時候我們不分彼此 互相幫助 那是多麼的親密 先弟 那是幾年前的事 四年前 是啊 四年了 可好像就在眼前一樣 這四年中 最讓我遺憾的 就是為了博取功名 卻讓我失去了最親愛的女兒 很多東西 到時候以後 才覺得一文不值 可當時 為得到這一文不值的東西 卻丟掉了最寶貴的東西 大哥 是我讓你蒙在鼓裡 那是為什麼 桃武啊桃武 我一直到最後還不相信 你明明知道豆蛾就是我的女兒 我寧願你是貪圖賄賂 誰知你不貪錢 不受賄 你一心一意之想把她殺死 這到底是為什麼 我敗死不得其極 你能告訴我嗎 那就是我的女兒瑞雲 只是為了外出方便 才女扮男裝的 你的女兒 就是那個書童自賣自身 莫非 你是怪我向你隱瞞了 瑞雲是女兒身的事情 我一直視你為自己 我們情投手足 為什麼這種小事你都要瞞我 我當時確實是無心的 還有 當年 我考了一甲第二名榜野 你 只勉強考進三甲 按理 我該受便秀 而你該放到地方 可你 卻被破例 禁了便秀 我 卻得了個七品之限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當時也很奇怪 可我不知道是為什麼 得了 得了便宜的人 是不必追問為什麼的 我卻從那個公公那裡 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為什麼 卻因為我們倆的名字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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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 因為這個名字 就要一輩子做這個欺騙芝麻鬼 老死在這個窮地方 為什麼因為你的名字好 什麼好的東西都貴了你 所以 你就有毒傷痕 把不平泄在我的身上 你就忘了殺了我的女孩 讓 讓我一無所有 大哥 逃我 你這樣做 值得嗎 大哥 你 你殺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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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天哪 你 你奪走了我的一個女兒 難道 還要奪走我的弟兄嗎 你 這樣 你 是 你 甚麼 對 你